立法委員林佳龍針對核四電廠正下方有破碎斷層 要求台電因立即停工不得運轉核四廠 101年11月16日召開了記者會 核四的反應爐的正下方竟然是斷層蛋 有破碎的一個斷層蛋 長達2公里 我們一支本來就懷疑這個地方的地質 那經過我們不斷的拜訪 我們今天邀請到 可以說台灣地質學界的一個泰斗 我們周瑞敦周先生來到現場 會中特別邀請曾經幫台電進行核四電廠地質探勘的專家周瑞敦 到場公布多年來台電要求他不能對外公布 核四有斷層的事實 周瑞敦說核一電廠原先的廠址就在核四廠 但是因為被美國認定核四下方有斷層 尤其是在原子爐的正下方就是一個破碎袋 所以當時連美國都不敢在這裡進行任何的核能建設 核一的時候我就有參與了 那現在這個核四的奧迪這個核四就是本來是核一的地方 那核一的地方本來說這個可以 有些人說可以有些人是不可以 後來就設在那邊的時候 美國的公政公司來了以後就說這個地方不行了 所以核一就沒有設在那邊 搬到那裡找來找去找到那個金山那邊過去 金山後來再找到了這個南面的野流那邊在核二 核二再找來找去再到恆村那邊是核三 核三後來核四找來找去也就回到現在的核一的地方 那核一的地方本來有問題的地方 那麼後來美國的工程公司來了就挖下去了底下有問題 本來說有問題的地方挖下去了有問題 所以我那個時候是在工程顧問公司要我去把這個事情要做 所以我們就在那邊看了以後 那麼底下剛剛要剩爐的地方剛剛是一個破碎袋 周瑞敦表示核四已經有施工問題不能再繼續下去 在日本研究地質多年他在十多年前就建議日本政府 不要再運轉福島核電廠沒想到去年311就發生了慘劇 如今他也預言核四一旦運轉就會出現問題 所以建議不要運轉核四廠 周瑞敦直接用紅線畫出了核四廠下方的破碎袋 他說這個地方就是原子爐的正下方 林嘉隆表示人證也有了物證也看過了 要求台電立即停工重新做徹底的地質探勘 並且負起決策和刑事責任 底下的 底下的 發一條紅線了解 所以這個底下有挖下去的路出來 所以當時我們有在現場研討這個事情 所以大家就說這個不能講斷層怎麼樣怎麼樣 我說不管斷層怎麼樣 但是這個裡面是破碎的地方你敢做 你房子剛蓋在上面嗎 這個不是房子而已 這個是活能發電廠的爐 爐放在上面的 所以我在當時研討的時候 跟我們台電的主管 不要講名字啦 我跟他討論的時候 最好你們不要在這裡見 你要做 挪過來 不要在這裡做 挪到東面過來 挪到西面過來 不要放在這裡嘛 因為這個美國人不敢來兩次 兩次都說不行啦 那麽我們自己人更怕 更怕 這樣 所以 現在這個位置可以善用 台灣的地我們都是保 怎麼樣善用 就是說這裡下有地熱 上帝國民寶貴的地熱 還有其他這個地方有風很強 有個風力發電 桃園那邊有很多風力發電 這個地方可以開發地熱發電 這個是我的想法 我想很簡單啦 核四的反應爐的下面 就是破碎的斷層蛋 現在人證也有了 當時他也看過物證 我們要求台電立即停工 做徹底的地質的再探勘 然後這些過去隱匿的人 要負起決策的 政治的跟形勢上的責任 和市場的部分的話 就我所瞭解的話 中央地質調他所公佈的這個斷層資料的話 當然是有剛才這個委員提到的這個 這個奧底跟這個房角這個斷層 但是那時候都是所謂的 不是活動斷層 那法規規定說就不能在活動斷層的多少距離之內 那他都不是活動斷層 那中央地質調他所目前公佈的話 最近的活動斷層就是三角斷層 就是現在目前介於合一合二中間的 所以這個部分 現在既然有這個周老師有提出來這個質疑的話 那我們會要去瞭解 我們要去瞭解 因為地調手的這個林所長一直強調 核四場是四個場子裡面最好的一個場子 因為前三個場子也是有一些問題啦 也就是離這個斷層的距離上來看的話 或者說離這個過去譬如說多少年的地震的原來看的話 有新的人證跟市證 原能會要不要承諾我們去做徹底的調查 我們會去了解 我們一定要了解 因為我們會 監督嘛 你們要監督台電 當然當然當然 立委再次強調 現在有了新的人證和物證 要求原能會要監督台電 不要拿國人的生命開玩笑 那我跟各位報告一個重點就是說 我們核四場的反應器廠房整個是坐落在岩盤上 因為我們開發已經深達26公尺 這個過程中沒有發現我們所謂的斷層跟破碎袋 這我跟各位報告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在921大地震 你去看各地的反應度來看的話 核四這個地區是最小的 所以以我們就現地開發的這個證據來證明 它是非常好的一個體質 這無庸置疑 那我們這個過程也是依法提出安全分析報告 中間核准來 那如果說有新市證 有任何懷疑的話 那當然我們會配合這個主管機關的作為 我們來做適當的組織 謝謝 林佳龍強調台電有不良紀錄 核能安全報告書一花揭幕 已經提請監察院調查當中的事實 而住在岩寮一帶的居民也表示 核四現場確實有看過破碎的石塊 在反應爐底下在挖的時候 我們原料反而自救會的都知道 現場挖出來的都是破碎的 不是岩盤 那裡面那個還跑 水還跑出來 那昨天晚上我特別請教我們前會長叫吳文通先生 他那邊有照片 就是說那兩個爐的底下挖出來不是岩盤 是破碎的石頭 然後裡面都有跑水出來 那台電跟長期以來都不喜歡我們去監督 然後呢 台電公司長期以來很多文件事實上都有問題 那我們的圓能會也不希望我們去監督 那圓能會長期以來一直在配合掩護台電核四的很多 就是工程上的問題或各種的問題 這一點我們原料反而自救 對圓能會台電表示強烈的抗議 立委林佳龍要求在新的人證與物證下 台電應立即停工 圓能會要徹底調查 否則在立法院審查台電預算時 將全面凍結 立刻停工 徹底調查 然後呢 全面究責 針對合適的反應爐的正下方 有破碎的斷層帶 這一個人證還有市證 展開地質的調查 還有責任的調查 然後在這個釐清之前 包括就責之前啊 立刻停工 我們在審查台電的預算的這個此時此刻啊 我們會要求全面的凍結 相關的預算